小玉 爸 对不起 如果当年我没有被带走 你是不是就能好好活着了 宋总记者都在等您 我宣布 愉悦集团所有资产 将全部无偿捐献给大夏儿童基金会 宋总 您确定您要把价值千亿的愉悦集团 全部捐出吗 我反对 不许军 老娘可是要靠于悦集团养老送终的 你是不是这么孝敬 我可是你妈 你也知道你是我妈 当年要不是你和叶天成 把我爸逼到绝路上 我爸他会死吗 我真的后悔 在宏西小玄门口上了你的车 要是能出来一次 绝对不会跟你走 你爱跟谁跟谁 关我什么事啊 反正我要的钱 你真的不用上 我宣布 爸不会到此结束 算了 你给我回来 你现在翅膀硬了是吧 你要是不给我钱的话 你就去找你那个死 只能摸摸别吧 如果能重来一次 我一定跟我爸好好收获 小鱼 小鱼你醒醒了吗 你别笑过爸爸 小鱼你醒醒 爸爸求你了 红青小学 二十年前 我居然出生了 快点快点 都给老子快点 当我老公亲 衣服就都不养 被不动 还他妈来工地买鸡 和老子公亲 不知道这 怎么想的 自己在工地搬水泥 还送你儿上 贵族学校 这不送羊吗 你怎么还在这搬水泥呢 你 你前妻带着聘头 去学校 帮你女儿去了 你个傻子 小鱼 大家在学校有没有好好上课 真乖 来 这个是妈妈妈给你的 有事 我把女儿放下 爸爸 宋阳 你来得正好 从今天开始 他 鬼老娘我了 胡说 他是我女儿 你女儿 你配吗 你一个工地搬水的 农民工能赚几个钱呀 自己都活得像条狗一样 就算你把他送到 这贵族学校来上学 他不还是农民工的女儿吗 你问问他 是愿意跟你过苦日子呀 还是愿意跟我 享受荣华富贵呀 妈妈你不要这样说爸爸 咱还有选吗 当然是跟我们享福了 先把学校 就算卖血 拼了我这条命 我要让我女儿上更好的学校 我活着像狗没关系 我女儿会衣食无忧的 命 你这条见面值他妈几个钱呀 不是老子看不起你 就算你努力一辈子 也比不过老子一根手指头 今天你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从现在开始 老子 又是他爸 你妈的 上 服才收 Expansキー 想装 自己看起 mat 妈妈你别打我妈妈别打我妈妈 小鱼 我居然重生了 上一世我就是在这里被柳思思带走的 爸爸小鱼 小鱼 这一世我一定要好好陪着爸爸 小鱼 爸爸你把我抱的有点喘不过气了 对不起啊小鱼 我不是故意的 既然这个小崽子人没事 那我们就把人带走了 小鱼 小鱼 柳思思 你把小鱼给我放下 这次我可不会跟你走 爸爸 我现在回去 明月的医生来电话的 先回去 宋阳 既然今天夜上有事我就先不跟你计较 但是小鱼儿的抚养权老娘一定会拿到 休想 这个罪 你要是再拿不到小鱼儿的破碎 我女儿引领的命 别还我 你放心 你再给我几点时间 我一定把他的破碎冲出来 拿到你面前 走 小鱼儿 可我没事吧 要把爸爸带你去医院 医院 医院有什么好去的 我记得上辈子也是这天 双色球开出了一大奖 让我爸买死球才是这事 爸爸 小鱼儿没事 但是小鱼儿想个礼物 礼物 爸爸 需要这个 彩票 你知道这个干什么 这都骗人的 爸爸就买一张吧 万一中了一个亿呢 什么 一个亿 白日做梦吧 老子研究彩票这么多年 最多一度中个几千块钱 就是 还没看到彩票走出头吗 少一世的今天有一个亿大奖 号码正好是我的生日 这一时 我一定要带爸爸赠大奖 哎 老板 来张十块钱的彩票 小朋友是不能买彩票的 爸爸付钱 兄弟 听歌一句劝 彩票没那么容易中奖 没事 点儿高兴就好 就是个号码我什么事 好嘞 哎你敢拿好呢 这要是丢了 你得一个亿可就没了 咱们肯定保护好的 不用你操心 小月 说话呢 毕竟没礼貌啊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有了这张彩票 老爸 你的人生从此就起飞了 现在公布 本期双色球中奖号码 本期中奖号码为 20 02 09 13 14 07 这张彩票我可要保护好 一个亿 我来了 这 这不是江州首富丽丝海吗 如果我爸能跟他搭上关系 爸爸你看 小月 赶紧走 这咱们可不敢服 万一真讹上咱们了 咱们可赔不起 爸爸 你怎么这么没有从心心啊 你不服我服 哎 老人家 你怎么样啊 就 我先救命我吧 小伙子 你还是别碰他了 要是他出了什么事 指不定他怎么讹你呢 是啊 现在的人可不像以前 就算他不讹你 他家里人也不会放过你 再说了 你还带着女儿 你出家的女儿怎么办 爸爸 这个老爷爷好可怜啊 我们帮帮他吧 救人一命生遭奇迹复仇 就当给我女儿积德了 他还真敢服 小伙子 救了我的命 你叫什么名字 我一定会把我报答你 我爸爸叫宋阳 哎 报答就不用了 老人家 您赶紧给你家里人打电话 那一会又出事 小爷快走 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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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没事吧 哎呀你吓死我了 听说话 这个人的名字呢叫素杨 你中了我的命 有个一家 一定要好好地抱你 爸爸这张彩票 可是能中一个亿 你千万要收好了 不要被人拿走 好好好 我会好好收好的 今天是你生日 爸爸带你去吃好吃的 咱们开开会 好 走吧 哎叶少您想吃点什么 我告诉你 留给你的时间不足了 赶紧把你女儿要我来 怎么瞎呀 都在老子衣服上了 小月 叶少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又是你这个废物 是这怎么会气 怎么呆哪都能碰到你 叶天成 有私 宋阳 你一个农民过来这干什么 还我女儿过来吃饭 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你一个废物你也可以来这 不过也好 既然你过来了 省得我去找你 把女儿还给我 这个恶毒的女人 当年居然为了叶天成的女儿 来戳我的骨髓 我怎么会有女症呢吧 有私 我说过 你想要个女儿不可能 更何况 你之前差点害死他 爸爸我们去对彩票去 不乱彩票 他们就不管这样了 站住 你这狗东西弄脏了老子的衣服还想走 我帮你女儿留钱 我这一共有二百多块钱的 都给你 够赔你那件衣服吗 爸爸 他票不能给他 你咋把酒喝着呢 别太过分了 也骗着你 你干嘛 不告诉你 叶少这身衣服值得分50万 跌得起吗 50万 你们不要狮子大开口啊 狮子大开口 你能见过市面的狗东西 脑子这身衣服 全是法国高定 法国高定你懂吗 是有钱都买不来的 叶少 看一个穷鬼懂什么高定啊 你别跟他一般计较 要不 我我们还是逛警了 等警察把他抓进监狱 这女儿抚养权 不正好贵你的吗 对吧 死了啥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个废物 你敢在老娘面前耍号 你屁股就暂停 哎急什么 老子今天大发四倍给你两个选 要吗 你跪下来给我刻薄道歉要吗 把你理完 你就想 哎呦 尤其这么硬呢 亲爱的 抱 夜上 他呀 这个那粪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的 我们不给他点手段乔造 他是不会低头的 爸爸开票 等会啊 去让小鱼儿亲眼看着 他亲爱的爸爸被整个号子 看到以后啊 怎么在小鱼儿面前抬起头 等等 我给你们下跪过头 你们就能放过我面 我叶建成堂堂叶佳琪成人老说斗做斗 好 那我跪 我叶建成堂堂叶佳琪成人老说斗做斗 爸爸你别贵 你忘了我们有钱 小鱼儿 从哪有钱啊 有啊 我们不仅有钱 还有一个亿 黄玉 小鱼儿 你这话不能这么说 他一个扛水 你的农民工 怎么可能有一个亿 你知道吗 我爸爸真的有一个亿 爸爸中了奖 一个亿打奖 我还以为你真有一个亿 原来是彩票呀 你真以为你能中奖啊 还给我 你把彩票还给我 小鱼儿 谁这个费我告诉你 你有一杯亿 你告诉 他下辈子都不可能中奖 你跟着我以前的吃香子 喝辣的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啊 我想跟着你 我想跟着爸爸 就算爸爸没中奖 我也要跟着爸爸 这丫头你还要不失去呢 跟着这个废物 有什么好的 死你别碰 营连长 我宋阳可以跪 我跪下之后 你保证你不再打我女儿的主意 小他妈废话 要跪就赶紧跪 爸爸你别跪 我们真的有钱 大鱼儿 没事啊 爸爸 爸爸 爸爸和人玩游戏呢 啊 喝呀 我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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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我 有什么 可以了吧 别着急还没完呢 你还想干什么 你现在围着这一圈 边爬边学 学完狗叫我就放你走 够了吧阴天长 我跪也跪也磕也磕了 我现在可以带我女儿走了吧 啊不学是吧 那你要是不学的话 你之前磕的头可就都白磕了 好回学 爸爸小月不要爸爸学给我教 我可以跟你们走 那就你把柴片还给爸爸 还就当只有一个亿来来宝贝 我把柴片给我来来 什么啊 不要彩票 就只要你 爸爸学校鬼学的笑不笑 哈哈哈哈哈哈 宋阳我真没想到 你学狗就能学得这么像 像不像像不像 这样医生 你说咱们以前怎么没发现呢 这么有天赋 可以了吧 可以是可以了 不过既然给学狗就学得那么像 那你能不能像狗一样 把我脏子的皮鞋给我舔 哎 严天长 在你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我想干 我在让你舔皮鞋呢 舔啊 哎 我什么让你舔 嗯 兄弟你中大奖啊 中奖啊 你和你女儿 下午买的那个彩票 奖金可是一个亿啊 嗯 这可是近年来 中的最大的抢项 说什么 一个亿 什么 有问题吗 你是说这张彩票中了一个亿 是啊 我都对了好几次 如果没有中养 我能费这么大货来找他吗 真是彩票店老板 啊 差点被你个狗东西给骗 你他妈是宋阳找来的一员吧 你这人有病吗 别耽误我的事 等彩票对完线 我还要领奖金呢 这张彩票要是真的 那这个狗东西 岂不是要撑上来 写的着 怎么 我想干什么 我认为这张彩票不是你 还有你 赶紧给我滚 滚 你胡说 这张彩票明明是我跟小月 一起去彩票店买的 你说是你买的就是你买的 上面谁你明白了 连着 什么意思 当然是要毁了你的希望 让你一辈子 只能趴在社会的底层 一辈子给老子当狗 爹爹住手 然后是你 圣诞 送信 确认过了他就在这 走 叶天长 撕了我的彩票杀了你 干嘛不动手 不能翻 就死了 叶天长快点不要来 就死了 你一届贱民还想做发财的朋友吗 老子今天就挑了你的手脚筋 让你一辈子 爬在地上当狗 谁敢中我第一次来的救命恩人 老头你谁啊你活腻了吧 连我们夜照的事你都敢管 我早 贱人你敢打我 叶生 这个贱人真人敢打我 我要帮我做起来 臭飘子 连我没人能敢打 知道老子是谁吗 不需要知道你是谁 我敢打我 咋不嘴的 我知道老子是谁吗 你敢管我的事 是你老子弄死你啊 老头子我叫丽丝海 你 准备怎么弄死我呀 老头子我叫丽丝海 你 准备怎么弄死我呀 丽丝海 我爸的名字 也是你能直呼的 是我永远不是泰山 是我永远不是泰山 这都是误会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您认识这个废 我不知道您认识 宋兄弟 这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误会能随便挑人手间 不 您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 仗势欺人 光天坏日之下 竟敢挑人手间 我看 比黑社会还黑 叶家 没有存在的变了 不 我 怎么想 你怎么没告诉我 他认识丽丝海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医生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这个废物 在这之前认识所有的人 我都一切二出 他怎么可能是江生首富啊 这两个人 肯定是他找的演员 绝对是 这一定是假的 确定 丽丝 我确定 我确定 在这之前 他接触到最有钱的人 不过就是包裹头而已 怎么可能是江生首富呀 怎么样 好啊 刀子差点被你们给骗过去 敢冒充利总 不敢你 咱应该从这个世界来消失 我们是谁 你马上就知道 臭婊子你还在这装 你的医生 别听我瞎说 赶紧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想历史解案 到时候利总肯定会讲历我的 对 他们抓起来 来吧 什么 你说什么 你一个不长眼的东西 又在外面给我惹了什么货 我没惹人啊 没惹什么人 那为什么利氏集团 突然取消了昨天刚参考的订单 还说以后再也不和我们合作 我 我不知道 你快点给我解决这个事 不然 就别回来了 叶大少 怎么样 利大小姐 利总 我永远不在这 我我眼睛瞎了 你们就拿我当个屁 把我给放了行吗 你不报名的 是我要 我爸爸的彩票要你赔 小朋友 你刚刚说彩票是什么意思呀 爸爸买的彩票中了一个亿 这两个坏蛋把他给撕掉了 我给你两条选择的路 你要么给我小通兄弟的彩票 要么夜市集团在宜州之后破产成钻 我我我我我我现在就 现在就 银行卡到账一亿元 现在行了吗 今天找 现在找我一笔一笔跟算清楚 现在赶紧滚吧 我滚我现在就滚了 融算帮我爸出了多恶气 放心的老爸 留我在 新生活开始了 小松啊 你就住在这里啊 是 让您见笑了 说哪里话 当年我下海经商的时候 住的条件还不如你呢 人 只要有志气 早晚会出头的 没了 谢谢你 我丽丝海是指纹必报的 下周日在市中心的世纪大酒店 将会有一场商业宴会 届时全江州的各界名流都会到场 你也去一趟 找下去吧 我就是个普通人 这种社会过去恐怕 我这个笨蛋老爸呀 都不明白这宴会的重要性 看来还得我说东西 爸爸宴会上肯定有很多很多好吃的 小月想去 天天 别闹 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你不为自己也要为孩子好好想想啊 你以后挣的钱多了 也能够给女儿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条件嘛 先生 明天就把青剑送到小松这儿 看来是时候给我爸找个对象了 小月 现在太晚了 没法在餐厅定庆祝生日 爸爸给你煮了一碗成熟面 爸爸煮的面 比餐厅的菜好吃多了 是爸爸没用 爸爸 没得让你过上好日子 小一是让你受苦了 这一事 女儿帮你过上好日子 小月不怪爸爸 只要有爸爸在 小月就会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江州神奇新能源有限公司 开始破产清算 社会各界有益者皆可收购该公司 神奇新能源 我爸要飞黄灯达了 我记得这家公司有一个叫陈贵生的研究员 已经研制出了最新的新能源电池 上一时被叶天成解漏 才让叶家成为江州顶级好门 那这一时 唉 这些有钱人呢 表面风光 这败王 这只在一瞬间 爸爸 你把这家公司收购了吧 求什么 爸爸 现在你有钱了 你把这家公司收购了 以后就能赚更多更多钱 这当老板哪那么容易啊 爸爸就不是这块料 爸爸 你就试一下嘛 万一成功了呢 可是 这家公司的经营状况 确实很不好 接手他 小元做梦都希望爸爸能成为一个大老板 我相信爸爸一定可以的 好 那爸爸现在就去别人打电话 嗯 来人 少爷 去跟这个神奇新能源公司联系一下 告诉他们 他们的公司我要的 少爷 那只是家破产的小公司 而且他们的产品 而且他们的产品也没有精通力 没必要说过话 我当然这个 但你不觉得他们的公司 很适合去洗我的黑钱吗 哎 当然收购我们公司的大富豪 跟你说不着 赶紧 我爸爸就是要收购你们公司的大富豪 小小年纪 就学会你这牛了 我没有吹牛 我爸爸昨天晚上就在网上交了保证金了 你爸穿这身衣服 还没有我们保安付费 他要做大富豪 我把这种棍子吃了 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 我说话难听 你自己的孩子教不好 老子替你教 就你这瓶酸样 教出来的孩子 长大也是吃劳饭的渣子 什么 急了 还急了 实话都不让人说了 你说我可以 说我女儿就不行 怎么着 他想动手 你动一个试试 来 小子 我请告诉你 小子在这闹事 你他妈想的地方 宋阳 你他妈也敢来这 叶天成 你怎么来的 叶天成果然来了 这家公司绝对不能被叶天成得到 你该不会也是来收购这家公司的吧 真以为有了那一个亿 就进入上流上会了 我干什么用不着你管 那咱们就好好看 叶少 您来了 知道我来干什么的吗 今天一早就到通知 说有收购我们公司的大人物要来 我一猜就叶少您了 那就赶紧去把你们总裁叫过 你还不够资格 我这就叫人去叫我们王总 看到没有 上流社会不是你一个臭农民国有几个臭钱就能进的 你还得有面子 宋阳 我要是你呀 我就带着钱跑到国外去 你当叶少的钱是那么好赚的呀 我爸爸才不会走 我爸爸要把你们都打败 打败我 宋阳 你做什么白日梦呢 彩票的事有利家帮你搞定了 你觉得今天还会有人护着你 你什么意思 还愣着干什么呢 把他给我撞出去 走 住手 住手 王总您来了 叶少已经等您很久了 叶少 快请进 我爸爸也要收购你们公司 你也要收购我们公司 您就是王总是吧 我昨天晚上有打过电话预约的 既然这样 那 王总 您没有狼眼昏花吧 王总 他呀 不过就是一个被我甩了的绿毛贵 您可别被他给忽悠了 一个有几个臭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垃圾 懂什么商业谈判 赶紧把他丢出去 是 放 王总 是我神奇公司的保安 不是夜市起团的 先生 非常抱歉 叶少非要收购我们公司 你和叶少是比不了的 为了你的安全 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看来王天福还是挺民事理的 后面可以继续录用 谁说他和叶天成争不了的 大姨 大姨 大姨二哥 李小姐 这么巧 我正好要去找你 没想到在这遇见你了 李总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是想提醒你一句 江州商会演进乐意竞争 公平竞价我不管 你要是敢使用下三路的手段 就要做好承受我利家怒火的准备 好 我知道了 李总 你认识这位兄弟啊 当然了 宋先生是我父亲的救命恩人 竟然是会长的恩人 先生 你怎么不早说呀 李小姐 这次就麻烦你 救命之恩大于天 这点小事不足夸齿 对了 你是想收购这家公司 是 他们这家公司呢 是全国唯一一个做新能源产业的公司 虽然经营不善 早至于现在就当经历 但是他们的科研水 还是不错的 我想试一试 让咱们大厦 在新能源产业 在全世界没有一起注定 我父亲果然没有看错人 我也没有看错人 宋先生 既然这么巧在这里遇到了 我终于有上去看看呢 当然不介意了 李总 宋先生 快请记 既然今天 只有宋先生和叶少两位 那么咱们就不做这些繁琐的程序 咱们直接竞价 当这个谱包子坐在我的对面 就已经是给他最大的 王总 你们公司的市值大概是多少 咱们公司一直没有上市 只有股值大概是八千万 现在公司各个部门没有解散 各项基础设施和硬件保存良好 不会影响太多 让他们看看吧 我出八千五百万 并且 公司所有的员工都不动 太感谢苏先生了 有了这笔钱 我就可以 应该 东阳 你有多少钱老子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你拿什么搞吧 苏先生 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收购这家公司 以你现在的资金体量 完全可以组建一家一模一样的公司 这家公司的实验室里 已经研制出来新款点 从头组建一个新公司 谁知道要多久能有这种 在那之前 估计叶天成就已经曾经到普遍去看工了 爸爸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拿下 李小姐 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 什么呢 我想用我手里的一亿现金 跟银行贷款 我想用我手里的一亿现金 跟银行贷款 什么 这家公司已经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了 重新再创建一家公司 耗费太多的时间 我一定要把这间公司拿下 他俩看起来 还是挺般配的嘛 我们利家就有银行 以我们的关系 我可以给你带五个亿 十年内还请 年利率 百分之二 那就麻烦李小姐了 苏阳 价值八千万的公司 你要花多少钱呗 五个亿 好 老子 宰你了 我夜市集团光流动资金 就有几十个亿 你干嘛全部家里跟我玩吗 宋阳 你现在有钱了 你就带什么点钱滚到小县城去 不要在这里爱叶少的眼 叶天朝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对 老子就欺负你了 怎么了 我今天把话放开 只要你待在江州一天 你就有事翻不了山 除非 你把他 李总 我们的家事你不会干涉吧 随便你 听到没有 救命之恩又怎么样 李总帮你把彩票钱要回来 就已经安置于尽了 你难道想让李总保你一辈子 行 既然你让我干不到 我也不会让你去一个场 我说六个月 有本事 就花更高的价钱 摆上这家公司 老爸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霸气的一步 啊 宋阳 老子 你玩 六一一千万 让你让你准备合同 小月 把他尽力了 李阿姨 你能不能再借给我和爸爸一些钱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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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阳 你都听到了吧 李总已经把你抛弃了 你还拿什么跟我动 宋先生 我打算跟你一起投资这家公司 给我一些股份 怎么样 李小姐 你这是 怎么 我愿意和我立氏合作吗 不是这个意思 只不过你之前说 这家公司 我想了想 我爸作为江州商费的会长 我立家 有义务为民族企业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毕竟商人 不能只为了挣钱不是 那 他感谢李小姐 谢谢李阿姨 李小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正常的商业行为罢了 不管他再出多少钱 我都追加一千万 继续吧 我追充 这 刚才不是加到一个亿吗 那我们出一亿一千万 去准备合同吧 吃吃吃 好 李小姐 这一亿一千万呢 我输一个亿 你输一千万 到时候我分给你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怎么样 宋先生 这是何老子 请你过目 太感谢苏先生了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苏阳 别高兴的太早了 你什么意思 你花全部身家去买一家为民族 老子就等着看你怎么赔到破产 爸爸没做错 杨崽子 你爸爸马上要带着你 去大街上要饭了 今日快讯 北美首富马尔克宣布 有意购买大夏神奇新能源电池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北美首富马尔克新能源汽车面试 并且准备购买这家公司的电池 这 这意味着 只要我们把新能源电池应用在汽车上 我们就会成为大夏第一家 新能源汽车的公司 这新闻出现的太及时了 正好在我们签订合同之后 不然 一一千万肯定不够 何止啊 这条消息一出 哪怕这家公司要价十个亿 都会有人愿意买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不可能有什么好的云签 你愿意买 很多喻 叶大少 没什么事你就可以先离开了 接下来是我们公司的内部 外人不便参与 叶人随了 你也早离开吧 好 宋先生 这次出来耽搁的时间久了 我就先回去了 这是请见 请及时参加 真不愧是江州商会的会场 是丽家的能量 真是庞大物品 爸爸 属于你的高光时刻要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宋阳 你可真是一条嗅觉灵敏的狗 追我都追到这儿来了 我在哪儿 关你屁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啊 我已经跟叶少结婚了 我现在可是叶家的少奶奶 你跑到这里来混吃混喝 我当然要管 还有你这个小兔崽子 你跟着这个废物到时候没饭吃 不要哭着过来求我 我才不要你管 你这小兔崽子 你屁要养了是吧 宋阳大 怎么了 受这么大火了 老公 这个废物都跑进来混吃混喝 你作为江州商会的一员 赶紧把他给赶走 宋阳 你该不会是发现 自己拿的是个烂摊子 来找些盘的吧 叶少 这是谁啊 一个废物 一个花钱买了一家废公司的大废物 花钱买废公司 不会是前两天上新闻的那个神奇公司吧 你忘了 昨晚叶少喝酒的时候还说呢 就是他吧 花了一个亿 买了家破产公司 真是个脑子 有那钱 还不如给我 我还可以夸他一声歪狗 我还可以 发他一声乖狗 一群无知的顽固 宋阳 你别强壮了行星 今天到场的各位 哪位不是江州的顶级人才 青年俊杰 寻常的人 连看到这扇门的资格都没有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敢说我们是顽固 穷人诈富的爆发户心态 从来没见过上层社会的风景 以为自己有点才华 就能跟咱们媲美了呢 你们不许说我爸爸 我爸爸被你们所有人都抢 哎呦 苏杨 虽然你其他方面不怎么样 但我不得不说 你有个好女人 大家都来看看 这个小崽子多么相信他的废物老爸 我的眼光 我的能力 不是你们这群顽固词能理解 你们只需要记住 你们会被你们今天说过的话 我感到后悔 宋阳 够了 装起来没完没了了是吧 要不是丽总出头帮你要回来那一个夜 你现在早就被我老公废去手掌 当乞丐去 一个靠着丽家才有点威莫本领的废物 还想翻签啊 真以为丽家能帮你一辈子 丽总他只不过看你可怜 你对丽总确实也有一点小帮助 他才愿意帮扶你一把 你要是再这么不知好歹下去的话 丽总哪天不需要你了 哭都没地方哭 行了别跟他废话了 不是商会成员还敢进入会上 我现在把你腿打断都没有人敢说什么 我劝你啊 实际上的话自己滚出去 别让我叫人把你扔出去 我今天还就在这儿 不早就如何了 啊 那就别管我 来人 把他给我丢出去 你们不许打我爸爸 我爸爸有勤俭 勤俭 爸爸快把勤俭拿出来 老公 这请柬是真的吗 竟然是真的 你从哪儿偷了个请柬 对 你肯定是偷的 你一个废物 怎么能拿到如此级别的请柬 这可是一年只发出三份的非实名请柬 光是材料和人工就价值千万 怎么会在你这种 咱身上下只有一个亿的废物手里 能有这请柬 都是至尊身份 都能拿团家榜了 你肯定是偷的 胡说什么 这就是我的 这是非实名请柬 上面又没谁你的名字 你怎么证明他身体 这是丽阿姨亲手送给爸爸的 丽总亲手送给他的 哼 他这种废物 何德何德能让丽总亲手赠送啊 连我都看不上的废物 何况丽总这样的天之交 都不上来了 押回去 慢慢 看谁敢动他 我看谁敢动送给小松 丽阿姨 小鱼二官 小松啊 公司有些事情耽搁 让你在这儿受了半天的委屈 实在是对不住我 丽老 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呢 您能出来为我说句话 那是我的容器 我怎么会怪你 叶天成 你是不是有些太过放肆 在我立下的宴会厅 如此的嚣张 这分明是没把我丽四海 放在眼里啊 不不不 丽总 我是怀疑他通了别人的请柬 所以在 现在老夫已经在这儿了 你清楚了没有 查清楚了 我这就把请柬还给他了 宋先生 公司现在怎么样了 公司运转一些正常 实验车已经到了测试阶段 那就好 等公司盈利了 可别忘了我这个股东呀 这怎么会忘了 没有丽老和丽小姐 就没有我宋阳的今天 我宋阳知恩图报 等实验车 宋阳 你该不会是要搞新能源汽车吧 怎么了 丽少 丽少 酸了 我会酸你 笑话 我只是想感叹呀 毕总的钱怕是要打水漂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看人家北美首富 马尔克搞新能源汽车 你就跟着学 你不看看人家马尔克什么体量 你又是什么东西 他搞他的 我做我的 不管他做什么 汽车行业 一直是西方为王 人家有足够的资本去碾死 你这边还没起步 人家的车就已经拥护大厦市场 到时候 你经家荡产打造的车 只能栽在手 就凭你也妄想探通西方人在汽车领域的地位 人家马尔克动一动手直套 就能让你死无造身之地 今天在场的诸位 都是江州的顶级人才 我问大家一句 你们买过几辆大厦的车 又有多少辆西方的车 以我自己为例 我们业家最大的业务就是汽车 宝马奔驰此类西方品牌 在我家车库有一堆 但我家就是没有一辆大厦的车 为什么 就是因为大厦的车 比不上西方的车 同样妹外 我就开国产车 怎么了 你说的是你那辆 小电驴呀 你个下等人 有什么资格跟我们产气车 你可以打听打听 我们上等人 哪个人出去坐的不是西方豪车 那有什么 只要我努力追赶 终有一天 我们国产车 一定会超越他们西方车 疼必挡着皮肤汗术 宋阳 我知道你有志气 但饭要一口口吃 都要一步步走 好高又远 可不好 丽阿姨 你一定要相信爸爸 爸爸一定会成功的 所以说宋阳 你还是 你看 那是什么车 我们出去看一下 是你们 宋总 实验车成功了 太棒了 小宋 这两位是 立老 这个是王天福 我们公司的CEO 这个是陈桂生 研发部部长 太好了 都是人才 来 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款车 国产商有什么好的 怎么看都是样子 宋总 这款车 我们完全超越了 美美舒服马尔克的车 百公里加速五秒内 最高车速一百八十公里 你们钥匙 纯电续航两百公里 油电混动一千公里 充电时间只需要两个小时 你 你说的是真的 绿 你太棒了 这国产车超过西方车了 宋总 我们成功了 爸爸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叶正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不 国产车不可能超过西方车 宋总 您和我们合作吧 跟我合作 我给您最大的优惠 去 你那点优惠算什么 宋总 您跟我合作 我免费帮您造车 只要 只要您给我一条生产线 我宋阳呢 能有今天 全靠历老和历总 我宣布 我们只跟历氏集团合作 小松啊 待会宴会结束 到我们家吃个便饭吧 这 这方便吧 去嘛 爸爸 我还没有去过历亚一家呢 小松啊 今天你可算是出镜的帮手啊 立长 您就别拿我打信了 现在啊 指不定多少人怨恨着我呢 哈哈哈哈 都是一群小人吧 又像那个叶天诚一样 我都挂实 小松啊 之前一直也没有听你说过你的家事 不知道 我说说看哪 立长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啊 没必要 爸爸 小月儿知道 小月儿 爸爸 你一直被他们欺负 小月儿看着不开心 哎 小松 让孩子说 立爷爷 爸爸在日记里写过 被我看见了 我出生之后 爸爸为了照顾我 是教了国外的高薪工作 结果 回国后 被那两个大坏蛋 结合骗走了 黄鹏和财产 要不然现在爸爸也不会变成这样 小月儿不哭 真是岂有此理 不此做事 枉为人呐 秦成 立刻通知下去 从即日起 灵芷和叶家的一切合过 一楼之内 都要看到叶家破产 好 立老 等一下 立老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这一次 不想依靠立家的势力 我想要靠我自己的本事 让他们付出代价 发败 发败 老公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你没必要 我没看到那个狗疼是天狗特色 可是 他包上了力架 都不过 你让他一直这么小张下去 老公 盈幼不是和他女儿一个学校吗 我们可以 盈幼现在不需要小爷的骨髓了 那他也就没存在的必要了 送送 现在第一批车已经生产完毕 您看什么时候 特别吃茶 下个月一号吧 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 千万要准备冲 不能吃茶 好 李老师 您有什么事吗 宋瑜爸爸您好 宋瑜在学校里打架 请您过来一趟吧 你看看我家孩子被打了 别的里头写了 您别急 我已经通知宋瑜爸爸 马上就到 到时候再商量赔偿一顿 赔偿 你看那野丫头穷得叮当响 我家孩子这么宝贝 他赔得起吗 他 我爸爸才不会赔你们的钱 是你们家孩子欺负人在先 林老师你听听 这么屁大点 就撒谎污蔑别人 我看他爸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赶紧报关 报关 报关可能就麻烦了 这么小的孩子 很难界定责任的 小月 没欺负你了 小月 谁欺负你了 小月 没事吧 哪受伤了 爸爸 小月没事 别怕 爸爸给你出头 说说吧 你们想怎么处理啊 你闺女包孩子打伤了 必须赔钱 就是 学校还必须给他寄过 然后当着全校的面 给我孩子道歉 两个男孩 一起欺负一个 一年级的小姑娘 还没打货 说出去不嫌丢人啊 你管我呢 必须赔钱 让寄过道歉 李老师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打起来 他们各执一词 叶盈说 是宋渝先挑衅了他们 宋渝说 是他们在欺负别的同学 他在伸张正义 叶盈 你爸是叶天成 对 我可告诉你 我爸爸可一样是 集团的继承人 你敢惹我 我爸爸就杀了你 小小年纪竟然如此恶毒 叶天成 可真有个好女孩啊 叶盈 前世也是这样 自己打破我 就带着高年级的 全生欺负我 这一时你等着吧 你给过我的欺负 都要还回来 谁敢欺负我闺女 滚出来 谁敢欺负我闺女 滚出来 这位老师 我女儿受欺负这件事 你们学校要是不处理好 我让你们整个学校 吃不了兜着头 不是 叶盈爸爸 这不是咱们宋总 叶天成 这就是你叫出来的好女儿 在学校欺负别人 还搞校园霸凌 现在还可倒打一趟 校园霸凌 宋洋 你他妈哪只眼睛 看见我闺女欺负别人了 宋玉爸爸 你那心情我理解 但是这件事还没有确定清楚 不能这么早下结论 就是叶盈欺负人 王宝有自闭症 叶盈就带人来欺负原家 甚至还让王宝钻大裤刀 王宝不愿意 他就打人家 别想再说你再敢胡说了 我都把你嘴撕了 叶少来了 你还敢胡说 就是叶少 你可要听我跟戳头啊 小月你继续说 爸爸在这呢 你怎么怕 我看不下去才出手阻拦呢 结果他们想联我一起打 嗯 却没打过我 我就要坚毅勇为 林老师 这么重要的信息 你都不知道 这 这 小孩都打架 万得着大人插手吗 小孩都打架 万得着大人插手吗 校长 你好 这位家长 小孩子打他闹到多正常 你个大人撑回起来干什么 什么 你这个校长 对本乡内的校园霸凌 管都不管 校园霸凌 不过是小孩子之间 做游戏罢了 算个裤刀而已 小孩子他懂什么 就是 小孩子之间钻个扣裤打两巴掌 那要什么呀 上去你家的小崽子 你看看 给这几个孩子打成什么样 这件事 绝对不能这么轻易 算 宋阳 以前没跟你离婚的时候 我也没发现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恶毒呀 你看看小鱼啊 都被你教成什么样了 就是校长 这小崽子这么小 就下这么重的手 就该开除他 夜少 你说是吧 今天敢打 明天就敢杀人 你我看 关进少年锁 都是轻的 各位请放心 我的学校 绝不会动容 这种恶劣的事情发生 对这种 品行丑恶的学生 绝不姑息 一定给大家一个 满意的交代 他们的孩子欺负别人 那就是小孩子打到 我的孩子打了他们 就绝不姑息 正所谓 一个巴掌拍不响 就算他们欺负王宝 难道王宝 一点错都没有吗 林老师 你说呢 我觉得也是 要不然他们怎么只欺负王宝 不欺负其他同学 就是这个道理 那既然王宝 已经被打到住院了 那我代表学校 也不追究他的责任了 但是 这个宋宇 绝对不能轻易过关 必须严惩 以敬校友 严惩我女儿 你敢 没有 宋阳 你好牛啊 连校长都敢威胁 你才是个大人物 凭什么罚我 明明他们去不忍在先 宋宇你还在饼嘴 小鱼儿 妈妈以前难道没有教过你们 有错就要认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不是我妈妈 你个死孩子 老公 不打我 宋阳 他们不想活了是吧 好啊 宋阳 我以为你是什么正人君子 你竟然打女人 就是林老师 打女人的男人都是废物 必须曝光的 让他射死 好 鉴于宋宇主动挑起事端 引起学校严重的打架事件 而且拒不悔改 认错态度极其恶劣 本校长现在决定 开除宋瑜学籍 并上报名校联盟 联盟内所有学校 对宋瑜 永不录取 宋先生 这只是学校内的处罚 我不会因为担心影响学校声誉 而掩盖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我会发布到 学校官网上 让全社会 共同来监督 真是 跟早黑白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教育工作者 我有义务为那些 在校园霸凌中受害的同学 声张正义 你最后也后悔 后悔 为什么后悔的 大家都看到了吧 宋瑜 你这个废物 有了钱之后 还是改变不了你下等人的本质 你这下等人的女儿 永远也只能是下等人 不知天高地厚 你居然以为帮上立家你的飞黄同达了 真可笑 你不过是剪门立家的一顶残高剩饭罢了 真把自己当个什么人物了 哎 宋阳 你现在呀 给我跪下 再诚诚恳恳地给我磕三个响头 我或许可以去向陈校长说说请 出牌轻一点 休息 都会后悔的 后悔 宋先生 你也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吧 你知道我什么身份 什么背景吗 你怕是不知道 陈校长的哥哥 是江州最大车企的总裁 陈文成陈总 那可是连立老都要给三分拖面的人物 就是 你一个吃立家软饭的废物 怎么可能逗得过陈校长 哎 陈校长 我看这宋阳好像不服呀 要不你把您割下 好 今天呢 为了让你感受什么叫绝望 我今天就大发善心 让你见见我哥 省得你以后还抱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希望 我哥马上就到 你给我挡着 挡着 都要挡着 嘿 你这个宋余 你 ے 你这个宋余 日 aye 这就是陈总 早然 bead起 зас 听说陈总 手握千亿四川 怎么可千万不敢 domin呀 柳强 叫我来了什么事 你不知道最近我很忙吗 哥 我这壹道的事 有个厕所从家长 有几个小钱 就觉得我处理事情不公正 而且还说 要咱们陈家后悔 在江州还没有我害怕的人 他说让陈家后悔 在哪呢 警察 就是你 让我们陈家后悔 是要如何 你这个弟子 身为校长 黑白不分 鸡鸦良善 简直就是个败类 好小子 有锐 在我陈文成面前 还敢这么嚣张 宋阳 这一下你干嘛呢 沉重的脾气 可没我这么好 你说说你刚刚认错多好啊 非要把人家陈总惹来 宋阳 今天我就看你怎么收场 来人 把他给我 等等 你刚才要的什么 他呀 宋阳 这些都不重要 陈总 他敢挑衅您的威严 绝对不能姑息 差点坏了我的大事 哥你打我干什么 你不知道宋先生是谁吗 这有几个小钱的小老板吗 你个废物 我早就跟你说过 让你离业家远一点 你就是不听 宋先生岂是你能惹得起的 你这什么意思 下个时代的风口 谁能抓住 全看宋先生 宋先生的公司 已经掌握了能要任何人原地起背的科技 你敢招惹他 宋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让您见笑了 家里顺风顺水惯了 你别见怪 道歉就不用了 我公司的业务也很不 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处理 您说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他们打了我女儿 必须全校公开道歉 然后开除 还有 那个被打进医院的自闭症小孩 学校必须承担他的医药费 以及后续的费用 合理 各别合理 宋先生说的话 没听到吗 陈总 您不能这样 在陈家面前 你们叶家什么也不是 我宣布 你叶家 与我们陈家所有的合作 全部取消 现在 是你自己滚 还是我找人帮你滚 宋先生 你还满意吗 我今天刚刚回国 昨天宴会的事 我也都知道了 您看 咱们能不能合作 陈文成在江州 敌人身后 如果和陈家合作 那新能源车的销量 会更好 爸爸 陈叔叔人这么好 要不然就和陈叔叔 合作一下吧 谢谢你 小朋友 下次见面 给你带礼物 我们公司的新能源汽车 要在下个月一号发布 陈总 还来得及吧 能 谁对来得及 爸 你怎么突然 让我邀请宋阳 到家里吃饭呀 你呀 宋阳的公司 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公司怎么了 来 看看吧 这怎么可能 这个宋阳 那可是个人才呀 他的新能源车 上市刚刚不到一个月 竟然创下了 十个亿的利润 这个投入产出比 跟我们历史集团 那可是有益心呀 这还只是一家快破产的小公司 如果是我们历史集团 这种规模的企业 在他手里运作 那 此人前途不可限量啊 所以我们历家务必要交 正好你又到了女大当家的故事了 待会儿小松过来 我问她是什么意思啊 爸 宋先生里面请 小松来了 来 快入席 快入席 立老 您这是 小松 你公司的成绩 我是看的原理 这证明 我没有看错人 立老 您太客气了 没有您的帮助 哪能有我的今天 来 坐 小松啊 你一个人带着女孩也不容易 有没有再婚的想法呀 这 不知道 你觉得我们家清晨怎么样啊 立小姐很漂亮 也很优秀 是 那还有什么可是的 你的优秀 我是看的原理 而且你家世青 正好 我们家清晨 还没有男朋友 不如 你们俩就在一起吧 好 亮要做小鸭的妈妈了 你看看 女儿都已经同意了 你一个大男人 还犹豫什么呢 你这样 明天 你们俩都正给领了 找一个黄道吉日 举办婚礼 立老 我这事业才刚刚起步 不想立小姐跟着我受苦 我想 先和立小姐相处一段时间 如果立小姐对我满意 那我没意见 就按您说的吧 清晨啊 这张卡你拿着 全江州的别墅局 你随便挑 看上来 就定来 你明天啊 就去看看吧 立老 这我不能说 这又不是给你的 这是给孩子的 拿着 爸爸 我们住的地方没有的 小鸭好怕 小鸭 那 立老 还叫立老 立叔叔 这就对了 新来的 到时候 咱在这上班 能认识 打官显贵的机会 可就更多了 我就不想这么多了 没出息 要是能够得到 哪个大人物的青睐 我就不用在这 伺候人了 你好 我想看看房子 能帮我介绍一下吗 你好 看房子 出门 上公交车 老扑脚看去啊 你这个坏女人 爸爸是带我来 看别墅的 你这个小屁孩 懂什么呀 咱们这儿 可是整个江州 最豪华的 别墅区寿楼部 我们只接待 上层人士 不接待你们这种 拉里拉遢的穷鬼 不管我有钱没钱 我到这里 就是你们的客人 你说话也未免太难听了 对不起先生 您要看房子是吗 我这就很介绍 啊 走吧 请和我来 一点眼力劲都明 这种穷鸟 司业尚赶上接待 我该当一辈子 小寿楼员 七少您来了 我要的别墅准备好了 啊 我赶时间 赶紧时间办 七少您的别墅 早都给您准备好了 就等您回来了 我现在啊 就去给您安排 滚 新姐 你这是干什么 这位先生正准备看呢 你没听七少赶时间吗 赶紧让开 带着两个臭屌丝 滚出去 可明天是这位先生先来的 怎么可以 那又怎样 他 能比得上 齐少 有钱 有身份 有地位吗 一个臭屌丝 还敢让齐少在后面等着 可是 可是什么 齐少 可是齐家的大少爷 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 耽误了齐少的时间 你能担得起责任吗 齐家 齐光精 上辈子霸占了丽阿姨 导致丽阿姨被家暴致死的浑蛋 爸爸 这个人看起来好坏 小崽子 你说什么呢 齐家大少爷是吧 就因为他有钱有势 他就可以插在我前面 是啊 人齐家大少爷 在我们公司 一年最少订 十套顶级别墅 这才是我们要接待的客户 可不是你们这种 一年连十万块钱 都赚不到的穷鬼可以比的 欣姐 你还是不要这样说 你闭嘴 至于你 能让齐少插在你的前面 是看得起你 能给齐少让位 是你的荣幸 别给脸不要脸 一年十套别墅 就能让你心甘情愿 做他的狗狗菜 你们历史集团 就这样教你待客知道的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提历史集团 我今天来这里 就是因为历史集团的总裁 送我一套别墅 你放屁 历史集团 即将成为全国前十的企业 你这种扔在大街上 都没人看一眼的货色 小新啊 你们这里 怎么现在连这种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也接待 太吊灯色了 齐少年说的对 我这就找人 把他们放过去 欣姐 你还是不要这样 你给我弊对 你还敢帮他们说话 别给脸不要脸 咱们公司是最大的房产公司 他们敢在这里无理取闹 怕是丢了他们的贱命 也是理所应当的 欣姐 你这话说的有点太过了吧 过了 他们惹了齐少不高兴 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小新 再给三套别墅 全部算你的业绩 谢谢齐少 谢谢齐少 看见没有 这才是大人物 人齐少 随随便便的一句话 就是你这种穷屌丝 一辈子都理解不了的破天富贵 他买别墅呢 怕不是连老破晓 贷款三十年都买不起吧 还有你 以后啊 你什么人都尚赶着接待 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你们这儿最贵的别墅是哪个 三顶的云尚阁 好 就要这套了 小贼 云尚阁 我不妨告诉你 在整个江州只有利家 能买得起云尚阁 别人买不买得起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能买 去办吧 历史金卡 你认识 当然 历史金卡是历史的身份象征 只有利家的子弟才能拥有 不过 我和利家也挺熟悉的 我怎么 没见过你 齐少 他该不会是冒充利家的人吧 冒充利是子弟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后果 我这张卡 是利老亲自送给 你说 利老爷子送给你金卡 你怎么不说利秦成是你女朋友啊 哎 你还真说对了 他还真是 算了 懒得跟你们浪费时间了 我给秦成打个电话 喂 秦成 你再忙吗 我在你们公司旗下的房产公司 有点事 我差点就被他唬过去了 好了 齐少 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你就能让等我 好 好 我等你 在哪儿捡了张破卡 在这儿药物养胃的 真是又穷又庄 精灵浮雕 这是利总的私人定制卡 周经理您来了 哎 这个破烂不是那边那个穷鬼拿过来呢 我正准备要扔呢 你说什么 这 这个破烂是那边那个穷鬼的 你个蠢货 这是利氏集团利总的私人定制卡 你敢说它是破烂 这怎么会是利总的私人定制卡 你 我待会再收拾你 先生 对不起 让您有了不好的体验 接下来由我为您服务 我已经给你们利总打个电话了 他一会就到了 有什么事情你跟他说 我们就是来看房子 是是是 小李 快 带这位先生去看房子 这个经理一看就是机缘故事的小人 这个心理的设楼员还不错 一会儿利亚也来了 可以推荐让他做经理 请和我来 等等 齐少 你有什么话要说 利家的私人定制卡 我认识 一共只有两张 一张在利家老爷子上 一张在内侵城上 那又如何 这不更加说明眼前这位先生跟利总关系匪浅吗 周经理 你真的是说笑了 他如果真的和利家关系匪浅的话 又怎么会一个人来看楼盘 还穿着一身地摊货 周经理 你信我 周经理 你犹豫了 不如你拿个读卡器过来 让他刷一下试试 我倒要看看 他敢不敢刷 有何不敢 好 周经理 还不赶紧让人拿读卡器来 我倒要看看 你真的敢刷吗 去 把读卡器拿来 是 先生 您不该为了置气 而答应他们刷卡了 茂峰丽家人 在江州可是会出大事的 您还这么年轻 只要好好努力 以后一定会有一番成就的 不用担心 我的身份如假包换 不是他们说不是 我就不是 哼 等会我都要看 到底是怎么死的 什么 这 怎么会 周经理 我就说了 他就只是一个 华众取宠的小丑 赶快让人把他给丢出去算了 再刷一次 假的就是假的 再刷一次又怎么样啊 我看呢 等会儿力士集团的人来了 你怎么跪地求饶吧 周经理 你不会真的想听这个小子的再刷一次吧 说不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此事事关重大 不能草率 还是再刷一次 周经理 不如再刷一次 说不定真的是你读卡器坏 不用了 这张卡是假的 解释解释吧 我可以保证 这张卡绝对没问题 那你这意思是 我们的读卡器有问题了 也可能是你的权限不够 读卡器绝对没有问题 至于你说的权限 我身为受楼库的经理 就没有我无法验证的卡 周经理 你就这么肯定 这位先生 既然你给不出合理的解释 那么接下来麻烦你配合一下 来人 把他带下去 我看谁敢 这是力士集团力清城 力总 力总 您来了 我刚碰到这个 打着咱力士集团名号 招摇撞骗的骗子 正准备把他抓起来呢 力总 你你打我干什么呀 你是我力士集团的人 听别人的话抓人 我我我 力阿姨 他们刚才要把爸爸抓走 小鱼儿好怕 小鱼儿乖 力阿姨来了 咱不看 来 宋阳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你们子公司旗下的员工素质 得提高 摊子不太大 人缘难免两有不及 力总 他分明拿的是假卡 怎么会 他是我男朋友 走 我亲自带你去选一套别墅 站住 你有事吗 力清城 你说他是你男朋友 什么意思 谁是我男朋友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认识吗 力清城啊力清城 几年不见 连我都不认识了 我们见过吗 我叫 齐光金 什么 你怎么回来了 想起来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早就回来了 回来 娶你 齐光金 你省省吧 宋阳是我男朋友 他 他有什么好的 比得上我吗 清城 他是 等回去我再跟你解释 我让你们走了吗 让开 小贼 我不管你是哪条道上混的 但是 你配不上清城 我配不配得上 闻不到你说了算 滚 小子 这么多年 你是唯一一个敢骂我的人 勇气可加呀 不怕在这个社会上 只有勇气 是不够的 不死 够了 齐光金 你闹够了没有 怎么 这么心疼你的小小 齐光金 当年我讨厌的就是你这副 一言不合就动手的顽固模样 现在 宋阳是我男朋友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拜托你离我远一点 不要再来烦我 好 李清城 记住你说的话 总有一天 你会跪下来求我 立阿姨 刚才这个姐姐对我不能太夸好 从今天起 你不再是大唐经理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大唐经理 去准备准备雨伤可吧 你怎么放心 你不是喜欢齐光金吗 那你就去找他吧 我们力士集团妙小 容不下你 齐家 还不拿我立家当回事 竟敢对我立家的女婿动手 清城啊 你和小宋出去待着 时间吧 爸 你说什么 大夏首富 顾绍飞 下周就要来到江州了 齐光金在帝都 和他早就结实了 很怕 爸 顾绍飞是大厦首富 不可能无端为难我们力士集团 顾绍飞 自然不会做出这么没品的事 齐光金会 一旦下周 他在迎接会上 拿下你帝都顾家的合作 他一定会强取你的呀 爸 我不相信齐光金那个顽固子弟 会得到顾家的青睞 顾绍飞 极爱御史 而齐家 正好是做御史生意 只要投其所好 拿下合作很容易呀 正好 再有三天 南方的御史协会 将会在江州 举办一场大师大会 到时候 齐光金一定会去 到那个时候 就打反 御史大会 这次大会的那块世间集体 我还记得那块院士的样子 丽爷爷 爸爸可以帮律师渡过难关 什么 小月 说什么呢 爸爸 你不是也懂御史吗 小松 你还懂御史 之前在上大学的时候 学校开过一门御史介绍课 律懂一些皮毛 拿过一个证书 史诗略懂吗 到时候带着小鱼儿一块去 前几次关键时刻 都是小鱼儿提示我们的 说不定小鱼儿 真的能给我带来好运 不管怎么样 坐以待毙不是我的幸福 李叔叔 我想试一下 好 有志气 就像你说的 不能坐以待毙 这样 御史大会上的所有话销 全部由历史集团 全权负责 你放缩二位 看来这御史协会有点实力啊 江州各界的名人都来了 这个御史协会是由大厦官方背书的 能直接弄来从南洋开采的原始 非常有势力 即使是顾绍飞也要给这个御史协会三分榜面 我待会儿要好好找找那块价值百亿的原始 不然老爸就惨咯 不然老爸就惨咯 松阳 什么怎么会再来的 聂天朝 到今天还敢在我面前嚣张 是之前打的脸还不够是吗 松阳 今时不同往日了 你怕是还不知道吧 我表哥是齐光斤 等他娶了丽清诚 赵子 看老子怎么弄死 狗障人士的东西 嫂子 你这么帮一个外人说话不好吧 你和齐光斤果然是一路货色 想娶我 他也配 我不配谁配啊 我不配 谁配啊 表哥 就是这个狗东西 接二连三地欺负我 小子我本打算取了亲程以后 就放你一条狗命 但是你既然敢招惹我表弟 那我可就容不得你了呀 松阳 听说过江州齐家吗 大下前十世家大 虽然财力不如丽家那般雄厚 但是论影响力和底蕴 那是丽家不能比的 别以为能让我吃别 你就有多厉害 像你这种出身底层的废物 不知道齐家很正常 但是你只需要知道 齐少的一句话能决定你 乃至你全家的投资 哎行了行了 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呀 浪费时间 宝贝 你说这姓宋的离过婚 还带着一个累赘 你跟着他图什么呀 跟着我 难道不好吗 齐光金 对我的仇不放尊重点 你怎么了吗宝贝啊 我是你未婚俗啊 我们可是有婚约的 婚约一直是你齐家单方面提出的 我丽家可从来没有承认过 宝贝 你们丽家在我们这些世家眼里 只不过就是个爆发户罢了 你最好乖乖从了 否则等我和顾总的合作达成了 我不介意让你丽家 灰飞烟 感谢各位来宾的立临 第十届两江省玉石博览大会正式开始 我定了 考虑清楚晚上 我都 开幕 这次主办盟下了血本啊 这些原石一看就是上品 出料的可能性肯定很高 这些原石加起来少说也得上意啊 各位来宾 本次大会 我们特地准备了比之前九届都要好的原石 而且我们会进行现场开始 下面有请我们各位来宾进行挑选 敬价王老您感觉这批原石 那块好一点都看着挺好吧 我估摸着至少有三分之二能出料 那就麻烦王老挑一块最好的出来 哎好 这我们该买哪块呀 别急 我先观察观察 虽然身体变小 但是头脑依旧灵活 看我的吧 爸爸 怎么了小月 我想那块 爸爸我想要那块 小月你想要那块石头 我感觉那块石头好漂亮 里面肯定有丽阿姨喜欢的东西 小月 是那块吗 好 那就他了 这块石头多少钱 09号原石300万 我历史集团要这块 东阳 我承认你做生意有点本事 但玉石 不是你配玩的 我要是你呀 我就选择闭嘴 你刚刚已经得罪了棋少 现在要是再让丽总赔了钱 丽总厌恶你 今天晚上 可就是你的死期了 你们两个如果不会说话 那我就教教你 秦成啊 一个小屁孩说的话 你怎么也相信 女娃娃 这玉石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啊 老夫专业研究此道数十年 也不敢确定 哪一块原石里边有好料啊 一个小孩子戏眼 你还能当真呢 爸爸 这块石头里面肯定有宝贝 我相信小鱼儿 这块石头里有没有预料 不是你说的 你一个吃软饭的狗东西 也敢在这大放厥词 今天能来参加玉石大会的 无疑不是江州 甚至整个大厦最顶尖的名门望主 连我们都不敢断言原石的好坏 你又凭什么 年轻人气盛 我能理解 但是 你不要不自量力啊 在你开口说话之前 先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我律师集团就要这09号 律师集团出价300万 有更高价格的吗 300万一次 300万两次 300万三次 成交 恭喜力总 老板 你还真相信他的话呀 这块原石要能开出玉来 我齐光金三个字 那你就等着名字倒过来 年轻人 不要太气盛了 我可以肯定 这块原石绝对是废料 宋阳 王老可是手屈一指的玉石专家 难道能没一个小孩懂得多 就是 想巴结力走 也没有你这样 你现在露多大脸 等会就丢多大脸 小队 既然你这么肯定 这块石头能开出好料 那你敢不敢和本少爷同意吧 没想读什么 如果这块石头开出玉来 老子给你一千万 若是开不出来 就跪在我面前 叫你三声爷爷 然后滚出江州 我爸爸才不会书 给你接个大坏蛋 小崽子 你爹没教过 你大人说话 小孩不要插嘴吗 齐光剑 你说我 再敢说小别一句 我让你不能完好的走出这里 真出狱了 看这样子还是羊指狱 算大了 这么大一个羊指狱 起码一个亿 小月 可真是我的福星 宋阳 这块应该就是最好的了 应该 这个才哪到哪啊 这里最好的 可是价值百亿的 爸爸 小月觉得还有更好的呢 小月 你又看上哪块了呀 不知道 小月再看看 小月 你要是能开出更好的 那这块就送给小月做礼物了 谢谢丽阿姨 怎么可能啊 多么好的料子 这可能是老夫看走眼了吧 本上呢 本上呢 不是输不起的人 给你 谢谢齐少慷慨解脑 那我就不客气了 齐光金 盛一世丽阿姨就是为你必死的 这一时 他对我和爸爸这么好 我就先帮他输点力气 这一块石头是我们先开始 你要跟我抢 我就跟你抢 走 他妈的小丑死 好啊 那就各凭本事 假高者的 宋洋 为了这块原石 有没有要这样吗 小月刚才的表现你也看到了 我相信他 好我知道了 这块原石 我出一个亿 两亿 五亿 新城啊 虽然你爸是两将首富 但是我听说你们立家刚谈了一个大笑 流动资金应该全投进去 这个结果一样 跟我拼得起 五亿一次 五亿两次 五亿三 六亿 八个 八亿一次 八亿两次 八亿三次 成交 恭喜七少 以八亿的价格赢得本届十王 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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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这块石王 您是打算在这开还是 开 就在这里开 然后我要让这个乡霸佬看看 一辈子告不可拍的存在 是什么样 八个亿啊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这就说不了了 好戏还在后头 八个亿 老子的八个亿就这么打水漂了 老子怎么废了你这个老混蛋 扰了我 扰我错了 滚 谁去扰 谁去扰 小鱼 谁丢你的 那块石头多少钱 二十八号原石 起拍价五千万 警长 这块石头 是所有原石当中最好的 里面的玉坯 起码上百亿 好 毕市集团出价五千万 七少 无警派试试 可无东西 要怎么你管 怎么了 七少 我这可是好心提醒你 你要是把这块石头抢到了 你之前那八个亿 那可就都回来 你当本少爷傻了 啊 同样的坑 本少爷是不会掉两次的 哎 太可惜了 你这是 刚才是小鱼 故意让我跟齐光金竞争 目的就是让他不要竞争这块真正的鸡品 什么 继续竞拍呀 还愣着干什么 厉总出价五千万 有出价更高的吗 五千万一次 五千万两次 五千万三次 成交 多行例子 获得二十八号原石 开吧 鸡品龙石种 是百年难遇的鸡品龙石种 三十年前 两百克就摆出了五千万的天价 这块起码五公斤啊 价值百亿都不值 宋阳 价值百亿的龙石种 冰冰 只是多亏了小鱼儿 爸爸和丽亚一开心 小鱼儿就开心 小鱼儿真棒 那那块羊纸鱼 就送给小鱼儿当礼物了 好 谢谢其少了啊 小鱼儿 今天的事呢 对爸爸来说特别重要 一会儿一定要乖乖的 知道吗 放心吧 爸爸 小鱼儿最听话了 建成 东西带了吗 放心吧 就算忘了你 也会忘了他的 不是宋阳 你真的有信心吗 有了他 我就有了说话资格 再加上这个 起码会用八生的吧 好 不管这次成功与总 我和我爸都会支持你的 我和我爸都会支持你的 今天呢 是咱们的背室一战 一会儿见机行事 好 秦成宝费 秦宝贝 秦宝贝 你怎么也在 怎么了 宝贝 也没人规定 和顾总准备的接风宴 我不能来吧 没有人说你不能来 我只是有点奇怪罢了 宝贝 你不过真的以为 就凭一块玉 就能让顾总改变决定吧 这咱们秦少海 这是家大爷大呀 这刚赔了八个亿 跟没事人一样 姓宋子 我就先让你得一得 总有你跪下求我的事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 大下宝贝 顾总到 感谢各位 还办了这么隆重的欢迎仪式 我说简单一点就可以了 没必要这么浪费 顾总 您客气了 您身为大厦首富 简单怎么能行 这次欢迎大会 是我们江州商会 共同集资创办的 绝对不会浪费 那就好 不知小姐您是 顾总 这是佳西 力士集团的总经理 也是咱们江州商会 现任的会长 原来是力总 不然年轻可为啊 顾总 完备齐光经 咱俩在地都见过 热烈欢迎您 力临江州 齐光经 我听说过你 你们齐家 可是江州唯一的百年世家 对吧 你点小平气 和顾总您比不上 不然盛名之下 无需事 以表人才啊 看来 这次江州之行 我需要的合作伙伴 已经找到了 顾总 您真是折煞完备了 顾总 这个呢 是我跟力总 送给您的礼物 哦 还有礼物 这是 宋阳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就拿一个破烂吊转 糊弄故踪 就这种橙色的玉吊转 在地摊上 一百块钱 能买一大宝 白松的破烂都没有人要 你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 孙苗 这是怎么回事 别担心 一块你 孙苗 您让青城花五千万 买了价值百亿的极品龙石种 你怎么不拿出来呢 啊 就拿一个破烂 送给顾总 你还不把顾总 放在眼里了吧 极品龙石种 上一次我还是三四年前见过 连我都没得到的 世间极品 真的在你这里 顾总 您手上拿的这块 就是 你说什么 宋阳 撒谎也要有个限度 顾总难道是来陪你演话剧的呀 我看呀 他是把那块极品龙石种 给加工坏了 才用这个破烂来冒充的 顾总 请您握住这个吊转 周小兄弟 莫非你再拿固吗 学开心 顾总 这块吊转 就是我用极品龙石种 加工而成 只不过 里面还加了一点 独特的工艺 被人握住的情况下 才会变得美的美化 平时的时候 就是一块 普通玉石的模样 宋阳 你该不会不知道 我们齐家 就是做玉石生意的吧 这世界上 哪里有这种技术 班门弄服 顾总何不一事呢 如若不然 您再怪罪晚辈不齿 如果他没像你说的那样 后果 你应该清楚 三 二 一 顾总 请您开掌一关 顾总 您还满意吗 宋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不可能 这个世界上 如果有这种技术 我齐家怎么会不知道 假的 顾总 这一定是假的 看来老爸已经找到自己的节奏了 以后可以安心做一个富二代了 不过 还有一件事情要出 顾总 这种状态 可以在不被握着的情况下 持续一个小时 不过 等它恢复炎样的时候 您再握住一下 它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这是什么技术呢 为什么我都没有新书 顾总 这只是晚辈在实验室研发的时候 无意间创新的一点小技术 不值一 你还有实验室 是什么行业 晚辈是江州神奇新能源公司的公司 神奇公司 新闻里说的大厦新能源车 就是你们的杰作吗 好 非常好 你们公司我听说了 是国内第一家 敢挑战七旁车的企业 我们大厦 就需要你这种为国争光的好青年 顾总 这是晚辈下一阶段的目标 请您过目 好 有牧略 竟有如此大胆的想法 你叫宋阳对吧 你知道 你这个飞行汽车一旦实现 意味着什么吗 顾总 我很清楚 咱们大厦的科技 想要彻底压倒西方 必须弯到超车 在西方还没有涉猎的领域 一记决 这样 才可以引领下一次人类科技的棋手 雄心壮志 后生可畏啊 顾总 咱们的飞行汽车已经初步进入测试阶段了 介绍一下 根据咱们预估的结果 咱们这个飞行汽车呢 飞行高度千米 最快时速300公里每小时 续航时间10个小时 充电只需要一小时 这么强大的性能 还只是初步测试 顾总 我们还会努力改进的 好 等你们第一次试行的时候 一定要通知我 我也要见证改变汽车革命的这一刻 一定会的 好 既然如此 明天的会就不用开了 我要把准备投资给江州企业的一千亿资金 全部投给你 不可能 顾总 这汽车飞行在西方都只是一个概念 他一个商法脑怎么可能会做得出来 他一定是在骗你 他一定是在骗你 你怎么知道 他这份计划书做得很完美呀 顾总 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 这小子之前就经常骗人 顾总 其实我是他的前妻 他结婚前和结婚后完全是两个人 要不然我也不会跟他离婚的 你想一想 一个对婚姻都不忠诚的人 怎么可能会在事业上认真的 有自自 你少在那胡说八道 我什么时候骗你 顾总 您看他还在狡辩 顾思思 你北报 行了 我没时间理你们的家务事 他骗我不骗我 我不关心 我只关心这份计划书 顾总 这份计划书绝对没有问题 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 这飞行汽车有那么多安全隐患 你怎么不写在计划书里 小齐 你详细说说 顾总 飞行汽车安全隐患的歧毒 比如说飞行途中遇到故障 突然掉下来 那驾驶员和乘客的安全怎么办 在空中 如何管制 怎么划分飞行区域等等等等 小枫 顾总 我不是说飞行汽车就一定不行 但就国内目前的技术而言 您只要投了资 最起码还得有十年才能解决这些隐患 到时候您投的那一千亿 可就真拿水票了 拿水票了 向桑 他说的有些道理 你解释一下吧 顾总 他说的那些隐患 我早就已经想到过 而且已经制定了完备的解决方案 最多三年 飞行汽车 就可以进入市场 顾总 这里面涉及一些商业经历 我不方便打印出来 只能给您一个人 好 小枫 果然才华过人 我决定了 一千亿资金 明天到这 不必再说了 我一一决 小枫 你才华过人 他写一表人才 不知道有没有 再婚的打算呢 如果有的话 我顾家 有几个失令的女孩子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我已经跟青城在一起了 他说几次 真是可惜啊 你这样的人才 我真是不想错误 顾总 这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吧 当然不会 我怎么会因为个人的感情 明天我们就签合同 感谢顾总 爸爸不要 怎么样 小元 爸爸不要 怎么样 小元 爸爸 这个叔叔有危险 什么 叔叔 今天有人想要杀你 你一定要小心 宋阳 你家这个小鼻崽子 你怎么能救顾总啊 小元 赶紧跟你丽娅姨回家 别在这儿胡闹 爸爸 我没有胡闹 顾母一声光明磊落 怎么会有人谋杀顾母 莫非觉得顾母好欺负 才叫小孩子说这种话不成 顾总 实在是 实在是什么 实在是觉得顾母该死吗 说出来您可能不信 但小元的直觉一向很准 您这几天 还是多加小心也好 瘡谬 莫名其妙的一个小孩说有人要杀我 我就要多加小心 传出去外人怎么看我 宋阳 我看你一定是得了十心疯 顾总可是大下十负 你竟然敢诅咒顾总 够了 不必再说 我做事以后再说吧 顾母不奉陪了 顾总 顾总 实在是大胆 第一次来江州 竟然定遇到 阻证我被杀的困战 顾总 属下认为他们说的并非全无道路 什么 你也觉得他们说的对 顾总 江州您是第一次来 您确实是光明磊落 但也正因为您光明磊落 所以看您不训言的也有很多 就算如此 我还有你带着人保护 总不至于需要一个小孩子提醒他 他们毕竟是本地人 那个叫宋阳的 能拿出让您眼前一辆的计划书 说明绝非庸碌之辈 说不定真的听到了什么风声 这段时间 你们都辛苦了 顾总 这种事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您还是把房次服穿上吧 连你也没信心保护好我吗 顾总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现在是什么情况 宋总 今天一大早 就收到好多辞职申请 到现在 应有超过三分之一的 基础员工离开 还有一般以上的高管 也走了 怎么会这样 现在外面疯传 昨天你在大会上 人家诺大小首富顾总 既想被顾总打压 顾家的势力过于庞大 他们都牺牲恐惧 所以 他们会后悔的 死到临头 还在嘴 齐光金 我怎么到哪都能碰见 你这个恶心的家伙 因为我爱你啊 老板 齐光金 我和宋阳已经定下婚约了 注意你的措辞 宝贝 没关系 别说你俩没结婚 就算你俩结了婚 只要我把他给弄死了 你照样还是我的吗 想要弄死我 早了点的 宋阳 你就不要嘴硬了 现在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你公司的状况 昨天你已经把顾总给扯定了 现在整个江州能和顾总合作的 只有我 我表哥可是大厦有名的青年才俊 你个农民工你懂什么 等我表哥起事 到时候等待你呢 就是我们狂风暴雨奔走呀 宋阳 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呢 我给你一个小建议 你现在啊 就把你这个破公司给卖了 拿着你所有的钱啊 跑到国外去 说不定啊 还能安稳的过完下半辈子 谁敢动我的救命恩人 谁敢动我的救命恩人 顾总 您怎么来 顾总 您这是干什么 您赶紧起来 宋兄弟是我的救命恩人 当得呼谋一拜 顾总 您就 没错 若是没有宋兄弟和你女儿提醒 恐怕顾某现在 已经躺在小盒子里了 我决定 给宋兄弟的投资 追加到两千亿 并且 签永久合作协议 竟然真的被小元说中了 李总 真是有福气啊 你和这么优秀的男人在一起 要不然 我都想让我的女儿 吓在宋兄弟咯 顾总 您说什么呀 昨天 昨天他还祖宗你 你怎么就 我 瞎了你的狗眼 我和宋兄弟说话 你也敢插死 顾总 你怎么这么 孤为真生疤了 宋兄弟是我的救命恩人 也是你能诋毁的 扫我命令 一日起 大夏商业联盟 终止和江州 其间的一切合作 顾不顾 你不能下这个命令 你下这个命令 我们其家就倒闭了 敢对付我的救命恩人 这就是瞎查 还有你们两个 以前也没少针对宋兄弟吧 你们两个和齐光斤 一样的败败 新城 咱们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不用再相处一段时间吧 怎么 你想只谈恋爱不结婚 耍流氓啊 不是不是 就是 宋阳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虽然现在我们两家经济差距巨大 但是你放心 我绝对没有因此看不起你 当年我爸也是这样白手起家 成就现在历史这番家业的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相信你是大有本事的人 不会比任何人差 新城 我 哦 还有你放心 就算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也会把小姨儿 当亲生闺蜜一样对待 新城 谢谢你 公子对小女子之父有救命之恩 小女子无以为报 唯有一身相惜 还请公子垂脸 那 本公子就 宋阳 你女儿现在在我手里 要是想救你女儿 就拿十个一岛成交工厂来 记住 一个人来 难免多一个人 你女儿就会没命 哈哈哈哈 不要干我 我爸爸不会帮我你的 哈哈哈哈 你爸要是敢来 我就当着他的命把你给杀了 然后再让他生不如死的死去 好吗 哈哈 启光剑 没想继续针对你 是你过了 启光剑 我来了 把女儿放了 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 这事跟我女儿没关系 你把她放她 我赶紧查 放了她 行啊 我要的东西 这是我短时间内能筹到最多的钱 把女儿放了 这个包 你呢 老爸把公司能用的全部流动资金都调出来了 不行 上一世因为我 老爸被拖累了一辈子 这一世不可以再这样了 爸爸 你不要管我了 小崽子 你给老子闭嘴 你救我你 你干嘛 我女儿你找死 打她 我现在还那么想杀她 杀了 攻击动物 你猜 我 我现在就把你这段回忆 掐死 钱我都已经给你了 还想怎么样 我还想怎么样 你把我齐家搞破产了 我出国之前 不好 报仇怎么能行呢 钱我给你 把我女儿放了 我留在这儿任你处置 钱我要 也 我也要 秦王姐 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你等一下 不就知道了吗 不要 宋阳 你之前的气势呢 怎么不拿出来呀 啊 秦王姐 咱们有话好好说 年纪还小 不惊吓 跟老子有什么关系啊 又不是我女儿 你给老子跪下说 秦王姐 钱我都已经给你了 何必如此夺夺逼人呢 我夺夺逼人 你在顾少飞面前出尽了风头 让我提下颜面 尽时还破了产 你早就该想到会有今天 好 秦王姐 我给你道歉 道歉 不关一下 好 喂 爸爸爸爸你别怪了 哈哈哈 小雪 只要你能好好活着 我怎么样都行 哈哈哈 宋阳 好一副父女行身的样子呀啊 你真是一个好爸爸呀 现在可以把我女儿放了吗 虽然是跪下了 但是我觉得还差点意思 这想干什么 磕头 磕 哈哈哈哈哈哈 宋阳 说实话 我还真有点佩服你 要是你把我闺女抓了 我还真做不到像你这样 表哥 咱们都是做大事的人 怎么能被这种没用的情感拖累呀 是吧 秦王姐 头我也给你磕完了 把我女儿放了 我认你处置 宋阳 你他妈是不是没睡醒啊 还想怎么样 顾少飞打了老子 就是因为你 老子从小到大都没受过这种委屈 现在你让我放了你闺女 把你妈了个逼 宋阳 你家不凶的样子呢 你不是牛逼吗 你见了牛逼啊 敢动我 啊 你老子舔干净 别是舔干净 舔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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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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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还挺硬的啊 啊 天呐 我突然想到一个好玩儿女儿 怎么了亲爱的 你听没听说过啊 一个男人被女人齐了头之后 他这一辈子都会不信 你想不想试试 杨哥 你说的 你听着 吉日太阵 哎哎哎 宋阳 你是不是用不清楚你现在状况 只要我觉得好玩儿你就得照做 懂 嗯 宋队 哈哈哈 哈哈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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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这一时 没想到最后又是我脱离了你 我 沙伟 你不是一直都说 我是一个出轨的贱人 不是已经都瞧不起我吗 你现在还不是会得面纪 在 这个壶让人是在贱人 还敢嘴硬啊 你现在啊 不过是我们的玩物办 赶紧钻 待会儿啊 等其上板猎青成吧 当着你命 赶 你看我赶不赶啊 哎哎 看看看看在你心中是大英雄一样的爸爸 现在像一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 随意玩弄哈哈哈哈 当着你女儿的面 并不有人格和尊严的感觉怎么样了啊 宋阳宋阳 你不是牛吗 连大厦守护都对你青睐有加 现在你的生死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你还装着 啊 姑娘你钻胯呀感觉没什么意思 这样吧 你边钻我的话边学狗叫 钻三架叫三声 我就看在我们夫妻一场面子上 饶了小月儿一命怎么样 小思思 你好歹是小月儿的妈妈 就希望让小月儿看到你如此恶毒的样子吧 我怎么恶毒了 我已经看在你女情分上饶了全一命了 你还不晚一点 你不是我妈妈你不配 你个死丫头 再多说一句 等齐照把你这个该死的爹杀了 我就把你也给卖了 刘思思 你还有没有人性 我又没有人性 看你时不时去 看你时不时去 但是你怎么没人性 搞东西 敢把老子的车给炸了 表哥 车被炸了 咱怎么跑 跑不了 那我就让你陪我一起死 那我就让你陪我一起死 否刘 我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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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杨 我爸爸婚礼准备好了 下周我们举办婚礼 都听丽叔叔的 婚礼过后就不能再叫丽叔叔了 好啊 爸爸要和丽阿姨结婚了 星星为我记住你明信 但我想你能猜到谜底 像浪漫惊喜 这竟是飞机 都像未来未乱的天际 火力宽 车被打人 跳动 成功 奈 写